新闻大破解 回到新闻 大家好 新年快乐 历经又一年的动荡和希望 我们怀抱着感恩的心情 即将迈入2023年了 那么我们在印太世纪的时代主轴 是美国和中共的对抗 自由民主和共产专制的对抗 而主场在印太地区 印太中心的安全中心点就在台湾 我们尝试摸索时代的样貌 并探索时代的前路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学者 来从两个面向展望2023 那么首先是连接两岸的台湾海峡支点 可能会如何来撬动时代的板块 来探索展望美中台三角关系的走向 其次是自由阵营所打造的 印太复合的安全网络 对上了中共的军力扩张 一带一路的推进 突围和连横 中共所谓的中国梦 会如何持续影响世界 在2023年的时时刻刻 也许都是巨变的前刻 那么现在该是 会是谁的梦醒时分 我们来介绍破解新闻来宾 台湾大学政治系 名誉教授 明居正老师 主持人好 宋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 主持人好 明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两位好 那我们身处在台湾的时候 先我们来关心两岸关系 2022年的两岸关系比较紧张 最突出的就是在8月初 中共借口美国的众议长 裴洛西访问台湾 来对台湾展开了包围式攻击的 军事演习 还连动到日本 酿成了第四次的台湾海峡危机 而另外俄乌战争显著的影响 美中俄大三角的格局 正值岁末 请教两位 先请到明老师 对美中台的这个三角关系 你怎么去回顾探索 乃至前瞻 我想这个当然去年一年 或者说今年一年 2022年的确是两岸关系 比较紧张一年 大家也看到了 就像你刚刚所说的 8月份的这个台湾危机 的确牵动到真的台湾的安全 不过话说回来 就是美国的这个 对两岸的政策 有这么大转变 其实回头还得看看川普 川普在2017年上台之后 很明确地指手改变了40年来 美国对华了一个 基本上绥靖的政策 采取一个比较对抗的政策 那因为他们突然 美国突然发现到 中共骗他们骗了很多年 中共长期怀抱着共产主义理想 想要消灭颠覆这个资本主义社会 然后带入这个共产主义社会 所以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 搞了几十年 美国现在才慢慢醒过来 所以当然美国醒过来 大概有两百 当然输很多 有两本书我认为很关键 第一本就是 Peter Navarro的这个 《致命中国》 他从经济 从贸易层面 然后从部分科技层面 谈到了中共怎么样渗透 怎么样去侵蚀国际社会 尤其是侵蚀美国的 经济跟科技技术 然后提醒这个美国人 中共怎么样 从阴谋的这角度来破坏美国 那从这个角度唤醒了美国 另外一位是白邦瑞 我们在节目上也提过 白邦瑞原来是红队的人马 也就是他原来是比较亲共的 他自己都承认 他说我原来是猫熊派 结果后来几十年之后 我才突然醒悟到说我过去的错误 所以幡然回悟变成屠龙派 然后写一本书叫《百年马拉松》 那这本书后来就变成了 等于是美国战略上的一本启蒙的书 也就是从战略跟国家安全角度来看 中共怎么样企图颠覆国际秩序 怎样削弱美国 美国在这两本书的唤醒之下 慢慢真的醒过来了 当然还有别的著作 但这两本我觉得比较主要 所以川普前面用的这个国务卿呢 逐步逐步换到了蓬佩奥之后呢 这个动向就明确了 再加上他的这个秘书呢 余茂春的帮忙 所以他对中共政权定位 定得非常准确 然后对于跟中共竞争的这个策略 从完全合作态势呢 变成比较激烈的竞争态势呢 那转向转的很准确 拜登上台前我们对了一点担心 但是拜登呢 基本上延续了川普的政策 甚至还有所推进 那这个推进呢 我们从大概他刚刚上台的那个 国安国家安全报告书那个草案呢 或者纲要上面我们看到 然后这两年呢 他最近有定案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讲得很清楚 美国对中共定位是这样定的 他说中共呢 是现在全世界唯一有能力 从政治经济科技 什么外交军事等各方面 来挑战国际秩序的 唯一的竞争对手 这个话定得很重 我再提醒大家 美国过去跟苏联呢 对抗将近半个世纪 都没有用这么多重的话呢 去描写过他对手 只是说苏联是一个可怕的敌人 是有什么颠覆等等 但没有这样讲过 没有这么细地这样去数过 而对中共是这样定位的 那反过来 美国怎么定位台湾呢 美国是这样讲的 台湾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是一个进步的民主政体 是关键的经济体 与安全合作伙伴 也就是从政治 从经济 从国安三个方面 肯定了台湾的地位 这么一对比呢 大家就看得清楚 美国的两岸政策呢 它的排序是很明确的了 好 那么一旦走到这一步呢 其实美国性命决定 我要跟中共对抗 但是他又认识到 我跟中共之前呢 过去因为过去政策的关系 我想要和平也没有中共 所以跟他做生意 当然我也想赚钱 然后做生意啊希望说 借着双方的交流跟契合 慢慢把中共呢改变 然后变成一个民主社会 后来发现呢并不很成功 不但这个策略不成功 反而被中共拉下去呢 从底下呢渗透了美国 乃至国际秩序的这个基础 就像美国醒过来 就像我刚刚讲的 从川普时代到拜登时代 到现在慢慢看清楚了 所以美国决定要跟中共对抗 但是因为双方勾连太厉害 你现在讲对抗的话 你就等于讲冷战 什么叫冷战呢 冷战就是最终我要消灭你 但是我不用军事 我不动用军事 但在每一个地方我会削弱你 其实这是中共几十年来 对美国的政策 美国现在想通了 所以我要用同样的政策 去对付中共 但是如果要这样讲的话 你就要讲冷战 那双方就要脱钩 那美国认识到 我们其实是没办法脱钩的 因为双方在很多地方 已经就勾连太过紧密 所以要脱钩呢我常常讲 只能在高科技部分脱钩 底下的双方关联很深 那没办法 那既然不脱钩 那怎么描绘双方的关系呢 激烈竞争 激烈竞争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 美国的文件夹 我跟中共激烈竞争 但是呢我们仍然有合作的部分 也有对抗的部分 好 所以你要落实下来 我们看到美国跟中共呢 在战略上面 在外交上面 在军事上面 在围堵圈上面 在金融 在货币 在武器 然后最近这两年呢 推到了半导体 推到了晶片 甚至推到了相关的高科技人才 也就是说在这么多领域 我跟你激烈竞争 因为我认识了 你是唯一一个有野心又有能力 想要去改变国际秩序 乃至改变我们价值观的 这么一个对手 所以这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那如果说美国对中共的定位 是这样定的话 那么美国对台湾定位 我刚刚讲了 是一个这个政治上的 这个民主的伙伴 然后这个关键经济体 也是安全合作伙伴 所以台湾的角色 自然大幅提升 我们过来讲了很久 那这种关系也就是 这样就基本决定了 美国对两岸的政策 也基本决定了 美中台的这个三角 或所谓小三角 所以你经常讲小三角 也就是决定了 这小三角的关系 为什么我常常讲 我说台湾没办法脱离美中竞争 而且两岸关系 不是可以单独成立的 从一开头开始 大家不要搞错 从一开头从1949年 这两岸分裂之后 两岸关系从来就不只是存在两岸当中 从一开头两岸关系存在国际政治当中 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一个太大的国家 当年我们在大陆上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分裂之后我们到台湾虽然变小了 但大陆那块依然很大 它仍然在国际政治上举足轻重 开头不太明显 到美苏尖锐对抗的时候 这态势就非常明显了 也就是大家看见 在美苏尖锐对抗的情况下 中共导向哪边 那对于那边的影响就非常大 所以美国慢慢想通 就把中共拉进来 当美国把中共拉进来的时候 台湾的角色就开始尴尬 所以台湾的角色什么时候变好呢 或者是台湾的地位 为什么变轻松呢 当美国发现 它必须跟中共尖锐对抗 跟竞争的时候 台湾地位就变好 这个就是2017年以后 明显的态势 好 那么台湾的角色就转好了 但是中共的角色 不只是美国看它 国际也必须要看中共这个国家 你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怎么样对付你 所以国际看中共 大概现在确定了 你是一个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你是个主流价值观的颠覆者 就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要怎么办 那要么就改变你 要么就被你改变 那只能这样 所以这就你刚刚说的 民主对抗共产 然后民主对抗专制它的由来 也就问题的核心在这里 那反过来说台湾是什么 台湾就是一个桥头跑 就是一个自由的灯塔 桥头跑跟灯塔 是比较光明的说法 比较国际政治说法 就是我过去讲的 台湾既是美中竞争的热点 也是争夺的标的 双方都要争台湾 然后你也拉一把我也拉一把 这就是我常常讲的 台湾处在两强当中 空前难受而空前安全 8月初的佩洛西访台 现在台湾还有一些人 还想不清楚怎么回事 以为说佩洛西找麻烦 不是 佩洛西是两岸问题的吹哨者 他明白告诉你 中共对台湾是有野心有准备的 你看我当时来一下 他立刻就复若出来了 就现在大家还说 佩洛西在这也惹麻烦 不是 惹麻烦那是中共 佩洛西飞到别的地方 那别的地方不会抗议 为什么中共这样抗议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积极介入 台湾海峡才慢慢转为为安 大家不要搞错 如果这一次美国不派三艘航空母舰 介入的话 那中共就话训为战了 就打台湾了 那么美国的介入 一方面就是军舰上介入 另外就是战略上也有介入 所以中共这个制造说 说我要制造个新常态 美国也有新常态去应付它 也就是你只要去 去欺负台湾去威派台湾 然后我也立刻介入 请各位注意 两岸三边的关系 我们现在就是两岸三边 其实不只是美国介入 现在欧盟也介入了 北约也介入了 然后什么加拿大 澳洲的日本的通通介入 也就是大家看见了 台湾对于国际政治 跟国际经贸的重要性 那么这么一来就是 如果中共要对台湾干什么 那世界列强必须介入 那我一直在讲 大概过去的几年如此 未来几年还是如此 台海的周边 不管是台湾海峡也好 东海也好 南海也好 西太平洋也好 环绕台湾周边 未来一两年都会紧张 为什么 因为中共的野心变大了 中共姿态变高了 当中共野心变大 姿态变高的时候 各国就要去前置它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见了台湾的重要性 好 那现在最后就这个展望的问题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勾勒就是 这个台海的局势 基本上其实已经是结构化了 我们各位讲过就是美中的对抗已经结构化 不容易轻易改变 其实台海的关系也已经结构化 不容易轻易改变 整体情势会有起伏 会有动荡 会有紧张 会有不安 但是台湾海峡的问题已经国际化 所以我经常讲台湾会有紧张 但是不会有最后的危险 那这点是可以确定的 所以观众朋友们 大家要顺应的时事 你在大陆你要怎么作为 你要居住 还是你要投资 还要做生意呢 你也把这因素考虑进去 是 宋老师怎么看 好的 那么我觉得2022年这一年 一个最大的改变 叫做两个确立 那么第一个确立呢 就是陈龙刚明老师讲了比较多的 就是世界对中共的这个认识 有相对于过去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把中共定义为是一个 具有挑战性的一个竞争者 也就是说确立了中共的这个崛起 它不是和平崛起 它是一个蛮横的崛起 那么不仅是美国竞争的对手 可能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共同的敌人 这是第一个确立 那么第二个确立呢 就是对于台湾问题 就是确立了台湾 在印太地区 甚至是在全球地区的一个重要性 刚刚明老师也提到了 也就是说 全世界开始注意到了 或者是尊重台湾的一个制度 和台湾的价值 简单的来讲就是 重视和呵护台湾的存在性 这个问题 所以面对2023年 讲问未来 我比较用一种前瞻性的角度来看 这个第二个确立的这个问题 就是台湾的重要性 我认为台湾这个重要性 基本上就是先讲就是说 台湾虽然是国际势力 或者是利用政治力 争夺的一个热点 但是我认为台湾其实应该有一个 更积极的一个认知 就是我们不仅是一个热点 同时我们也应该是一个支点 或者是一个焦点 这个意思就是说台湾其实不只是一个 各种力量争夺的一个点而已 它应该是一条线 一条连接什么民主的体制和普世价值的一条引线 或者是一条管线 同时它也应该是一个面 一个面 什么样的面呢 就是一个所谓的善治 good governance的一个 这种所谓的坚韧之岛 佩洛西来的时候 他非常肯定台湾 它是一个自治的坚韧之岛 而坚韧之岛也就是维持 我们台湾这么多年来 一个生存发展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和基础 所以我们要抱持的一种 所谓的坚韧之岛 不只是作为一个力量 角力之下的一个支点 一个焦点 热点 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支点和焦点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对台湾友善 所以我就讲就是说 我想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是 我们台湾人应该要怎么样 如何看待自己的台湾 我认为就是说 虽然说经历400年的 这个殖民的历史 但是台湾的今天已经回到了 一个重建台湾自己的 一个主体性的一个年代 或者是说开展台湾的一个 新的一个所谓现代性 一个新现代性的年代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400年来 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应该要抛弃孤儿意识 要对抗所谓的中国在制 然后要争取这个国际的尊重 建立的一种价值的堡垒 还有就是创造我们后代 子孙的希望 就是我们台湾人 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台湾 应该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潜瞻性和正面性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们不要妄置菲薄 我们一定要清除台湾内部的 绥靖主义 投降主义 失败主义等等的 我们要作为一个世界的大国民 而不是只是一个小老百姓 就是我认为台湾人如何来看到 我们自己台湾的问题 另外就是说台湾要如何 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 所谓的台湾角色 我觉得就是说在中美台也好 或者是在各种国际势力的 一种进途当中里面 台湾不仅仅是要扮演一个 夹缝的角色 它应该要更多的是说 要自我来定义我们的国际的 一个积极性的角色 所以我一再主张就是说 我们要跳脱两岸框架 跳脱统框架 要进入印太框架 甚至是进入世界框架 把台湾当作是一个世界的台湾 而不只是中国的台湾 这点非常的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我谈到 就是说我也要建构一个 台湾的新现代性这个问题 台湾的新现代性 至少包含三个内涵 一个叫做创新 一个叫做什么呢 实力 最后一个叫素养 创新是什么东西 就是因为只有创新 台湾才能够进步 你老是不他人的后程的话 你只是不落后而已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 要去创新自己 第二个就是实力 我们无论是从农夫的 插秧育苗 到这个金融的服务 到养兵备战 一直到科技的渐战 我们要培养台湾的 全方位的实力 第三是素养 就是我们除了一个 经济的富裕之外 我们也要照顾弱势 我们同时呢 既要工作赚钱 也要有人文素养 除了这个美食 也要懂得读书 也就是说 不能够只做一个 经济的动物 也要做一个文化的精英 那么所谓台湾的新现代性 是提升我们未来 在世界能见度 重要性和它价值性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算是一个 综合国力的基础吗 是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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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